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每一朝一暮啊 都跟别的宇宙的万物有关系 所以 我们修行的人啊 不是为了自己的 那现在 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呢 不是因为我们要逃开而已 不是我们要聊多痛苦一个人 而真正的为了要变改这个世界 变得好一点 舒服一点 让大家共住快乐 不要那么互相生恨 互相残杀 互相压迫的 我们说 哎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没压迫别人啊 我自己管自己 我自己赚钱 我没有控制什么人 我是小小的无名少数的人 我不应该修行 没关系 我没伤害什么人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那么说 不过事实上 我们的影响力啊 我们自己也不了解 事情啊 不那么简单解释的 因为我们人类多数的 不修行的人啊 我们的意啊 意念啊 非常很乱的 有的时候贪 有的时候 生有的时候 稀有的时候 生恨有的时候 仇恨有的时候 要杀人有的时候 要强有的时候 要偷有的时候 要竞争啊 这些意念啊 会发出一种变能啊 懂不懂 师父意思啊 一种气氛啊 然后挂在空中这里 在我们父亲呢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变成一种不好的气氛 那不好的气氛的话 住在里面那种气氛的人啊 当然不会愉快的 你们夫妻有没有吵诈的时候 有没有打仗的时候 有啊 有 那打仗完了以后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或是一个小时 由头两三天以后 那个家庭的气氛怎么样 好不好 不好啊 一进来就闻到了 连不进来也闻到 你们吵架完了以后 每个人去办公司工作 他去办公司 你去开启程车 有可能就这样 不过那个心还是挂这个 刚刚打仗 吵架那个气氛 是不是 真的不愉快 有时候会撞到别人 未来想太太 刚刚太太怎么凶啊 刚刚先生怎么那么无常理啊 就会工作不舒服 工作不顺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一弄手工 一直弄错了 想什么都 都玩到那个吵架那边去 要玩这边没有办法 一直玩到那个吵架那个气氛去 那开车也开来 不能专心 有时候会撞到别人 有时候会撞到别人 为了刚刚吵架 有的时候我们要决定什么 公司的很伟大的问题 或是什么工作啦 被了这个家庭的 刚刚吵架的气氛影响啊 没有办法想得通 没有办法做得对 是不是这样 是吗 好 同样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跟丈夫 太太摩擦而已 还有跟老板 老板娘 同事 不同事 人家外面的人 内边的人 每天摩擦 不晓那个问题啊 有的时候我们不想生气啊 有的时候我们不想仇恨啊 不过为了背景啊 外景影响 我们会发生仇恨的心 生气的心 然后想伤害别人的心 因为这种心态啊 满满我们的地球啊 每个人都有啊 所以我们地球在不安稳 因为我们每天不检讨自己的身口意 不控制自己的欲望啊 不控制自己的贪生思啊 所以我们的地球的气氛 才会变成这样那么烦闷 那么不很愉快 所以我们修行啊 为了要改变这个气氛 我们得到我们那边的快乐了以后 就我们外面的外景啊 比较轻松啊 我们不很想跟别人吵架 很简单跟别人沟通 很简单看出别人的那个好点 很简单忘记别人的缺点 然后我们就心啊 我们越来越安稳了 我们越来越发出一种善良的气氛 每天都满足嘛 每天都不生气啦 整个气氛都洗干净 不一样 如果气氛那么好的话 你们能不能想象我们的地球会变怎么样 是不是比较好住啊 是吗 好 谢谢 谢谢大家